大家好 今天的题目呢 败坏的奴仆 奴仆呢就是奴隶的意思 败坏的奴隶 是这个意思 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又可以看到 他又给我们讲到 我们成为奴仆 其实是敌人 用自由这个诱饵 把我们诱骗成为奴仆 所以说呢 今天的这个教导 这段话语 是跟奴隶有关 又跟自由有关 现在的社会 严格说没有奴隶 但实际上 每个人还都是奴隶 什么叫奴隶呢 就是没有自由的人 以前的社会 有奴隶社会的时候 如果我是奴隶 我会从属于一个主人 这个主人对我有 生杀与夺之权 他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要挨打 甚至他可以把我杀掉 都没有事的 这就是奴隶 也就是说 一个奴隶是被挟制的 一个奴隶是 从属于别人的 一个奴隶是 没有自由的人 所以说呢 奴隶和自由 它其实是 一对反义词了 基本上 有自由的人 就不是奴隶 是奴隶呢 就没有自由 在主耶稣基督 那个时代 有个人分 各种各样的档次 最下面一档是奴隶 奴隶上面的一个档 叫做自由民 这个自由民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原来是奴隶 但现在不是奴隶了 所以把它叫做自由民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奴隶有自由了 他就不是奴隶 有自由的人不是奴隶 自由和奴隶 奴隶是反义词 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 但是今天的经文呢 告诉我们 其实仇敌 罪 魔鬼 异端 他们怎么引我们 去做奴隶呢 用的一个借口 居然是自由 也就是说 自由可以 被人利用 来让我们成为奴隶 成为奴隶的一个手段 这是今天这段经文 是主要讲的 现在是疫情 咱们差不多 这整个世界 都被关起来 某一种程度 感觉好像 哎呀 这回体会到了 当年奴隶 被关起来 就感觉没有自由 但是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大多数人 其实是没有反抗 在中国 在日本 大家都 自诉就自诉 不出门就不出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束缚 这些规矩 这些制度 表面看似 要把我们的自由拿走 实际上呢 是为了保护 因为疾病在流行 病毒在流行 如果我们不束缚自己的话 我们还要像以前 我就不戴口罩 怎么办 养性了 养性了 对不对 你会被人传染 而且呢 你还会传染别人 也就是说 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头 其实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规章 很多的制度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在教会 也会发现 在圣经当中会有很多的律法 条章 章节 命令 告诉我们好像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感觉上是在束缚我们 很多人不来教会 是觉得教会规矩多 有束缚 他觉得他在外面更有自由 而同时呢 很多来到教会的人 甚至也受洗了 甚至在教会有服事 在教会很多年的人 他也不喜欢这些规矩 这个不可以装 那个不可以摸的 他也不喜欢这种规矩 后来呢 他也许就会被人 被魔鬼 被异端 被自己的私意牵引 追求自由 离开教会 再返回来 其实今年的经文 主要就是讲到这样的人 他们觉得神的律法 他们觉得耶稣基督 在圣经里 给我们很多的命令 他们觉得这些就是 大夏天的口罩 我不要这些 我要有自由 但是他们出去 得到的不是自由 他们出去会发现 他们会有新的主人 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自由 但是他们得到的 其实是新的捆绑 而且是更困 更惨 更严重的捆绑 这个捆绑的重点是什么 是死亡 成为灭亡 败坏的奴骨 那个日语的这句是 灭亡的奴骨 败坏灭亡的奴骨 这就是我们说远离主 远离教会 远离基督的可怕 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 所要跟大家分享 好 接着我们就开始 一句句的 看主借着他的使徒彼得 给我们那些教导 首先呢是第十七节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逼的雾气 有漠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 他们说虚妄轻夸的大话 用肉身的情欲 和邪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形的人 觉得经文好像挺欧口的 但是意思其实说得很明显 首先这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坏人 很清楚了 这么直接的答案 坏人 其实彼得后书是讲异端的 这里的这些人 就是指那些异端 彼得后书的异端呢 跟我们现在在教会常遇到 我们会比说前段 刚刚刚走一个东方闪电 它跟这些异端 不是特别一样 我觉得彼得后书里这个异端 其实是天下第一常见的异端 为什么说它第一常见的异端呢 因为他们教导的就是啥 主不会再来 没有漠视审判 我们吃喝快乐吧 这样的就是教导 我们读新音圣经的时候 新音圣经非常强调恩典 实际上我们得救也是唯独恩典 其实整本圣经的核心是阴信称义 什么叫阴信称义呢 不看行为 单单信靠 你就可以称义 这话对不对 这话是绝对真理 但是真理会被人恶用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不是说因为你做好事 你得救 你永远做得不够好 我们的教导是啥呢 因为你做不了 做不够 行不出神对你的要求 所以你需要信靠耶稣基督 信靠耶稣基督 你就可以得救 然后呢 圣灵会带领你做好事 去荣耀祂的名义 其实要不要做好事 当然要 就是说做好事 是你得救的原因 还是你得救的结果 对我们来说是结果 对于比如佛教等等是什么原因 做好事是要做 什么叫做好事 就是行神的律法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不可拜偶像 你不可望出神的名 你们要当守 安息 等等 你要守神的律法 去荣耀祂的律 这是正规的 正常的基督教信仰 这里的律端呢 你靠恩典已经得救了 知道吗 神已经给了你一把上方宝剑 从此以后 给了你加什么金牌铁券 从此之后你没有死罪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千万别信在这儿了 异端就这么讲到我 而且这个异端你没发现 是超级友好的异端 爸 你有自由了 你做什么都没事啊 那以前中国有句话 我爸是李刚 我爸是公安局局长 这个更重要 我爸是神 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是这样有一端 这样有一端 其实很诱惑人 而且其实我们心里 差不多每一个地形姐妹 在我们生命的某个阶段 都会有类似的情况 那最真意有人诱惑呀 真知道是错了 还怎么样 还是做 没事我信主耶稣基督 我等会会再祷告一下 祂就原谅我 大不了我再进十日都倒 这是真的回港吗 这真是对神的敬畏吗 其实这就是忘用 滥用神的恩典 滥用耶稣基督的拯救 为自己的败坏 为自己那种恶行 这里说的淫行等等 做借口而已 这样的人很惨了 还不如不信呢 当初就没两个教会 会更好 这是一端 其实我说这个一端 是天下最普遍的一端 因为这就是世界的风俗 爱世界 你去享受这个世界 一切的败坏 这样的影响是最广泛的 甚至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它是最有诱骗性 最容易上当的 东方闪电 即使他们的果效不高 来汇比兽区 赶走一个来一对 没断过 最近刚赶走一个 我知道 肯定现在还要 没办法 人多了 这么大块肥肉 他们没有不咬得到 但是其实东方闪电 从我们教会 其实有拿走 这么多年 说实在话 没拿到几个 他们的果效 其实没有那么高 因为大家很容易警惕 很了解他们那个教导 跟特异性 就不一样的地方 而我们说 这种败坏的诱惑 这种要脱离神律法 束缚的诱惑 这种要随心所欲 在那种最终自由的诱惑 是最实在的 每个教会都有 我们每个身上可能都有 只有诱骗性 是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一端 我们看这十七节 十七节其实就讲的 这些异端 我就不说异端 这就是很实在的 罪的诱惑 罪的诱惑的诱骗性 他说这些人是什么样呢 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低的雾气 它们是井 井是干嘛呢 打水的 是不是 中东那个地方 就是写圣经的那个地方 地中海 东岸那个地方 很干的 你看圣经经常这个旷野 那个旷野的 什么叫旷野呢 无水之地 什么叫无水之地啊 没有生命的土地 光波 如果人走在那种环境当中 气温四十度左右 十度百分之六十五 它那个十度百分之六 百分之五的环境下 水对于你来说是什么 是生命 远远的你看到了一口井 高兴不高兴 高兴 走到跟前一看那个井里 闻水 没水的井叫啥 幼片 不会跑个车 一回事 然后呢 狂风吹逼的雾气 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说云雾 对不对 其实他们在希腊语里 有类似的说法 这两个词经常成对出来 我想问大家云和雾有什么区别 我们现在一般的印象就是说 那个高的地方叫的 什么云 如果低了 在我们身边的就叫雾 但是你爬黄山的时候 你看得上是云 爬一爬它就变成什么雾了 所以那一团东西到底是云还是雾 他们在希腊语里 有什么区别云和雾 谁给了个定义 大家都听说过一个人 亚里斯多德 他给云和雾下了个定义 他说什么叫云呢 然后下雨的叫做云 什么叫雾呢 一团白的挂在那儿 没有雨叫做雾 也就是说 有雨降下来的叫云 没雨降下来 逗你玩的叫什么呢 叫雾 我们刚刚提到过那个地区 雨水对他们非常的重要 以色列人原来住埃及的时候 埃及是靠尼罗河灌溉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怎么浇灌田地的时候 海水车 用尼罗河水灌溉 下不下雨没关系的 到了迦南呢 只靠雨 下的雨有收成 你和你的家人 儿女可以活命 不下雨没有收成呢 饿死 就是这么简单 雨水对于那地方的人 就是生命 雾气呢 跟没水的井一样 已经汗了好长时间 三年了 啊来了一朵云彩 要下雨了 我可以活命 我老孩子也可以活命 结果是 逗你玩的 没有就是一团雾气 而且是被狂风吹逼的雾气 一晃而过 这就是提到的 罪的诱惑和异当诱惑 它能应许给你是最好的东西 一个井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 云彩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 是水 是生命 是最宝贵的东西 然后呢 它是欺骗我们 它是无水的井 它是被狂风吹逼的雾气 有霍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 黑暗 霍黑的幽暗 就是死亡 阴间 他们应许的是生命 给我们能实际带来的是死亡 是灭亡 我们今天题目 败坏的奴仆 灭亡的奴仆 这就是那些罪的诱骗性 异端的诱骗性 那种世上的风俗的诱骗性 就是这么可怕 然后这些人还有什么特点 他们说虚妄 轻夸的大话 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 往行的人 这些人呢 我们刚才说了 他们是有诱骗性的 他们是欺骗性的 骗子靠啥赚钱呢 靠嘴赚钱 我们是传讲神的话 他们是说虚妄 轻夸的大话 首先说大话 什么叫大话呢 我们有句话叫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骗子的特点是 有一说二 甚至说二十说二百 会说谎言 轻夸夸大的话 然后这个话呢 虚妄 直译就是空话 吹得好大 里头是什么 空的 就好像气球一样 吹得老大 一拿呢 轻飘飘的 碰到了一个真 碰到一个尖锐的地方 啪一下就破灭 诱骗性就是这个特点 整个最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诱骗性的 他给我们看的都是广告 上周在母会讲到 讲到说那些上古 鹦鹉有名的人 弄亚的洪水之前 发生了那种事 那个时候天上的天使下来 跟地上美貌的女子结婚 生下上古幽武有名的人 那些天使其实都不守天条 为费神的命令下来 他跟美貌的女子结婚 就是什么 幼骗 生下一些鹦鹉有名的人 身高一千六百米 那是超巨人 东京塔三个那么高 然后我那时候专门提醒了一下 弟兄姐妹 拜撒旦可以有很大唱歌 再问问弟兄姐妹 拜撒旦的人都有很大的唱歌吗 逗你玩笑那都是广告 绝大部分拜撒旦的人 一样穷困了到 就是这样 不要以为穷人就不是罪人 穷山恶水出刁牧 那个穷人可以一样坏 一样是被撒旦所使用 也就是拜撒旦 你不一定有飞黄腾达 更大的可能 一样是穷困凉倒 你还死在最终 他给你弄几个 一千六百米高的巨人 那叫啥 我告 就是这个样子 诱骗性 都是什么 虚妄轻垮的大话 这就是他们的诱骗性 他会欺骗你 他会诱骗你 他会引诱你 脱离主的教会 脱离耶稣基督的国 他这里针对的人 是我们 针对的是基督徒 十七节后面那句话 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形的人 他们引诱的对象是谁 是那些已经脱离了忘形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是已经来到教会的人 是弟兄姐妹来受洗了 也许在教会有服事 有职份等等老基督徒都有可能 他是引用那些脱离忘形的人 他们用的方法是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 因为这些对我们人有诱惑 我们相信神创造的美好 但是这些人的欲望 在堕落后的世界 就会成为魔鬼撒旦 拿来诱惑我们 带领我们远离基督用的那个诱惑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那个奴 也就是说神创造了我们 神是我们的主人 然后人这个特点你发现 天生喜欢罪 就不喜欢任何的束缚和困扰 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犯错误 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犯错误而犯错误 当然很多也是这样 我们说你犯罪 有的时候犯罪可以实际的拿来好处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发现犯罪 其实没啥好处 骗子骗人可以赚点钱 经常我不撒谎 一点利益都没有 但是我们喜欢什么 撒谎 为啥 因为有人说不许撒谎 所以我就要什么 撒谎 有时候迟到也是 有时候超速也是 你着急吗 你不着急的 本来你可以按时去学校 你故意默默的 承承论 那种过外规则 犯罪 哪怕一点好处都没有 甚至你要搭钱进去 你要犯 因为犯罪本身就给你一种 真正纯粹的罪中止乐 其实跟今天的经文完全都是对 包括我们说人的欲望 这都是神创造的 但是你会发现人怎么办 他喜欢偷 我在母会是讲别的道的时候 提到这个 大卫 大卫找八十八 大卫是国王 那个时候多机制 他想要美女 发一个命名 全国选美女 比八十八漂亮的 找个二三十个没问题 他觉得妙不过瘾 他要去偷 偷无两千 吃的物质上一样 偷的东西 觉得更过瘾 这就是人的那个特点 就觉得这些规章制度 是对自己的一个 受复 只要破坏这个规章制度 就很少 第一次犯罪就是这样的 亚当夏娃 夏娃为什么吃那种 吃那个果子 对它有什么好处 伊甸人是一个森林 千万不要误解 只有两棵树 那是一个森林 所有的树都是 越人眼落 好做树 不只是那一棵而已 夏娃呢 就要吃那一棵 为什么 因为那一棵不让吃 这就是人 我们享受 最终之后 经常这个罪 给我们代表任何好处 你说夏娃多吃了一个果子 它能咋的 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破坏了神的命令 破坏了神的律法 那个本身 他觉得 我就可以像神一样 我好爽 最终之后 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他们去引诱我们 用这些肉身的情欲 和邪忍的誓言 是因为人天生喜爱这些事 也是因为人喜欢破坏规矩 简单地说 人就喜欢去偷 偷动就叫偷 偷情就叫偷 人就喜欢什么 偷 偷本身就会让他快乐 因为他觉得他破坏了规矩 他自己就是主 然后我们看十九节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 自己却做败怪的奴仆 因为人被神制服 就是神的奴仆 我们刚才说了 他们诱骗我们 用什么来诱骗我们 魔鬼 舌 诱骗 夏娃的时候 其实用的是什么 自由 原来在伊甸园里 万物都是降服在亚当夏娃之下 他们是伊甸园的主 神是他们的主 魔鬼怎么诱骗他们 就是让你们不但要成为伊甸园的主 你们还要成为神的主 不要让神来束缚你 凭啥他说不让吃就不吃了 吃了也没事 这不就魔鬼跟夏娃说的话吗 他给夏娃的应许就是自由 那种脱离了神的管束的自由 他让你戴狗装你就不戴 他让你不出家门 你就出家门 他让你不要三米 你就三米 现在你给传染 又从哪儿传染呢 我们叫什么 卡巴库拉 还有我们叫什么 哈斯特克拉 那地方不但三米 那是什么浓厚三米 超三米 人就爱去这种地方 电视广播 他的家人 他的同事 亲戚 朋友 都会劝他们不要去 他就是要 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被你束缚 我没事 我够年轻 我就好这一口 你们越不让我去 我就怎么 越去 我要自由 这就是魔鬼三米 我们看从伊甸园开始 到写彼得后书的那个年代 两千年前了 到今天没有变过 他名自由为诱饵 让我们出去 自由了吗 养当夏娃 吃了 之后自由了 反倒成了奴奔 原来是谁的奴奴 神的奴奴 换句话说 神的儿子 神对我们的侠管 是像父亲对儿子那样的侠管 是带着爱的侠管 现在呢 让你知道外人的力 就是这样的 这种说太多了 我们看心愿里 的路加福音 告诉浪子回头 就是那样的 他在家里 他不愿意被自己的父亲管 他出去之后被谁管 被外人管 去跟猪吃水 亚当夏娃一样 伊甸园里的果子 每个树的果子都好 蛋白质 脂肪 硅生素 淀粉 糖 一伸手就可以再一个了 他们出去得自由了吗 是一路土里 投食 汗流夹背 方得虎口 一个人 白饭都吃不饱的人 你跟他讲什么自由 逼你来生出荆棘 吉利 要扎你 你的儿子要杀你的儿子 有自由吗 这就是魔鬼的诱惑 他们用自由作为诱儿 实际上是让我们脱离神的家 脱离自己的弟兄姐妹 脱离自己的父亲 去给他们做奴仆 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 因为神被谁制服 就是神的奴仆 我们以为我们脱离教会有自由了 其实我们脱离教会 我们离开神的家之后 我们自己会成为罪的奴仆 你被他制服了 什么叫你被他制服了 你不想做的 你要去做 你想做的 你做不了 这就叫做被制服了 罪人你发现你心里就有这个律 你心里就是这样被他牵引 雅各说那个罪人 是被自己的私隐牵引 什么叫牵引呢 在牛鼻上套一个环拉一个绳 那真是五岁的小孩 牵着你往左就往左 牵着你往右就往右 这个牛有自由吗 没有 我们活在罪中的人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的鼻子 我们的心里都被罪中控制 你不想犯罪都不行 现在去暂避那些人 到处传染病毒 这没有现在罪中的人 你说他有不去的自由吗 没有的 我们现在罪中的人 你知道吗 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 因为堕落之后的人 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在母腹中思想的禁斗是不 这就是犯罪的那个结果 你出了之后 你脱离了神的国 你整个人就是被罪 被魔鬼所控制 而且它是从里到外的控制 你表面上是有自由 你的鼻子被人套了一个环 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只有犯多犯少的话 你自己努努力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走的其实犯罪是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讲这个 装了一个行业的妇人 带到主的面前 主说你们谁没有罪 可以先提到打 然后那些人都从老到少 一个个都走 其实看这句话的话 应该心灵 为什么 很清楚地表明 我们犯罪只会越来越多 圣经给我们的祝福 你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结果变成了 你日子如何 你罪恶如何 你日子越多 你的罪恶越多 这整体世界的趋势 你年龄越大 你在这个世界越长 你犯的罪就越多 你会陷在罪里 罪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它应许给我们的自由 其实是把自己交到罪 让罪制服我们 让我们成为罪的怒毒 魔鬼撒旦的诱惑 罪人彼此之间的诱惑 还有自己心中私欲的牵引 我们说这个犯罪 特别像病毒 有病毒的特点 它会干嘛传染 犯罪呢 也是传染 你看魔鬼犯罪之后 它就特别希望人也犯罪 人犯罪了呢 你就希望别人也一样犯罪 你上学迟到了呢 你就希望你一般同学都迟到 你忘了交作业呢 你就希望你这一个组的同学 都不交作业 是不是这样 他不交作业 对你有啥好处 你就是希望他跟你一样犯罪 高中的时候男生抽烟 烟那个东西很贵的 你看什么 一点好处没有 他发烟给你 让你跟他一起去抽烟 女孩子也知道 女孩子堕落的 几乎都一两个朋友 把他们带下水 而且他自己下水的呢 还有很大的那种 不知道从哪来的一晚 要拉别人一起下水 就像病毒一样 这个罪 彼此传染 彼此又变 我们基督徒是同奔天路 他们是呢 同奔死路 整个世界走向一条不归的路 开始的一个借口是说 我给你自由 你不要这个束缚 不要束缚 他会往哪走 如果我不给这个罐子束缚 他有自由吗 他有自由出这个门吗 他有自由飞到那个公条那里去吗 没有 他好像自由了 实际上是 他只有一个方向 朝哪里 往下去 这就是人 他们是用一个自由的借口 让我们来脱离神律法的保护 让我们跟他们一起 堕落 这就是罪的可怕 而我们犯罪了之后 我们会跟他们一样可怕 去做同样的事 去做跟撒旦一样的事 去引诱别人跟我一起犯罪 弟兄姐妹 他们诱骗的对象是基督徒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经文 20到22节 倘若他们一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 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 他们晓得一路就废弃地传给他们的圣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俗话说得真不错 狗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这比如说 挺狠的 他这里诱骗的对象不是外面普通的人 他这里诱骗的对象是你我 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是这里已经怎么 曾经认识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 是教会里的人 听见了主拯救我们 主拯救我们怎么拯救我们 他让我们音信称义 他要让我们因他的保险 因他圣灵的大能 让我们得洁净了 他洁净了我们什么 洁净了我们身上所有的罪污 所以最可怕的地方是 他是污秽 而这个污秽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污秽 所以就业当中有一套的制度 你要去圣殿的时候 你要严格按照那个制度清洗自己 因为你要借圣洁的神 之前你要用水把你身上的脏污洗掉 还有做成除醉水等等 都是为了清洁我们 今天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人更幸福 是因为现在清洁我们的是 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保险 他也借着水里让我们从里到外都得以清洁 有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 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 来到神的神宝座的面前 我们是已经被清洁的人了 而且这个清洁从里到外的 日本是所谓的羞耻文化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不做某些事的原因 是怕被别人看见 他不是说因为这是坏事我不做 而是做这个事被别人看了 法斯卡系所以我不做 没人看见的时候呢 当然要使劲做 这是所谓的羞耻文化 关注的都是外表的事情 但是基督给我们的清洁 让我们脱离张屋 是让我们从里到外脱离这个张屋 不单单有人看着我们不做这些事 没人看着呢 你会从心里厌烦这些罪 就是说得救的人对罪应该是恨恶的 那个恨恶是极其讨厌的恨恶 对张东西 对恶臭的东西那种天然的厌恶 这是一种对罪的态度 是得救人的表象 好像啥呢 说一个不太好听的话 玩着死蟑螂 有人看的时候我们不会玩的 没人看的时候呢 你讨厌他呀 对不对 对张屋的事是这样的 有人看见的时候他张屋 没人看见的时候呢 他还是张屋的 你对罪是恨恶的态度 因为姐妹我知道其实我们得救了之后 我们一生要走这个成圣之路 真的没有人可以说我得救了之后 到再见主面或者到去世的之前 我就再也会犯罪了 我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 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 我们真是有可能会被过犯所受 但是神圣灵的工作 会让他的儿女 让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对罪有一种恨恶的态度 你不喜欢他 就是这么讲的 有旁人看着的时候你不喜欢他 没有旁人看着的时候你还不喜欢他 这是我们对罪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原来上班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日本吃饭 一次会 二次会 三次会 对不对 我刚去上班的时候 跟他们一次会 二次会 三次会 去了两三回 那时候已经是基督所了 一样的 就两个字 一样的 你不喜欢 大家在日本工作时间长 就知道你二次会三次会越来越的态度 简单点是越来越不好 就是这个样子 你开始去上班的时候 你很努力想往上爬 你也跟着一起去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得救的话 我也会很喜欢二次会三次会 挺爽的 那你是个得救的 有慢慢的 不是说怕回家跟老婆吵架 你心里就不喜欢那个 你会烦 慢慢你就不去了 如果神的灵在我们心里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的话 他会让我们越来越 不是一天就可以出现 让你越来越对那些脏的东西 你是厌烦的 反过来呢 如果你一直觉得好有趣啊 只是因为我怕被教会人知道 我不敢做 慢慢有一天 当又混到 你就会被呆死 其实这里说的 这些人曾经脱离了世上的脏屋 但是他没有觉得那些东西是脏屋 还觉得那些东西是有兴趣的 是好的 他愿意享受的 当有人一来引诱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离开 圣经中的话说 他们的景况比先前更坡 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惜 比那些从来没信过的人 其实可能更可惜 因为他们知道了 我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为那些罪人祷告 他说 父啊 你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在无知下犯这个罪 我也记得保罗曾经说过 他原来是罪人中的罪鬼 他也说神赦免了他 他也提到了一句什么 那些事是我在无知的时候犯的 那句话说 如果你知道了去犯罪 是不是更严厉 也就是你已经来到过教会 你尝过天的滋味 你被圣灵光照过 你尝过主道的滋味 这个时候你在背弃神 你还是保罗说的那个 我是在无知时犯的罪吗 你还是主耶稣基督所带导的 父啊 你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些人他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知道 所以彼得在这里说 他们幕后的情况 比先前还差 他们先前的情况是啥 是他们不信主的时候 这些曾经信主 又远离神的人 他们的警告 还不如那些从来没有信过的 圣经中很多地方 甚至说这些人 就没有悔改可能了 我觉得有道理 因为他们是在亵渎圣 弟兄姐妹 我们是在教会里的人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 保血神清洁过的人 我们对脏污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主耶稣基督那里才有真自由 你有不犯罪的自由 是不是还是觉得 世上那些荣华富贵 那掩护着情侣 今生的骄傲 还在对我们有信任 求主让他的灵 再更多地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从心里开始 就去恨为那些罪 因为他们是 照顾的事情 罗马书6章教导我们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本来也不是太有意思的事 而且这是羞耻的事 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我们不要再做败坏的奴仆 我们要从罪里得释放 成为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他们的结局是无尽的永安 而神的奴仆 他的结局是永恒的生命 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福分 让我们这些被圣灵光照的人 再也不会觉得黑暗是可爱的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主啊感恩 你借着你的仆人 使徒彼得赐下这宝贵的花 主啊我们已经尝过了天然的滋味 我们已经尝过了神善道的滋味 蒙了你圣灵的光照 主啊让我们对罪是恨恶的 让我们对罪是觉得羞耻的 让我们怨于罪 主啊用你的圣灵加能力给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行在你的正道上 不偏择也不偏右 直到我们和你在空中相会的日子 感谢主 以上到告示奉救主 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